今天來拍一下這一個電蠍子的Hell模式 Hell模式就是地獄模式 是他最困難的一個模式 那他的攻略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他會鑽到地底下 鑽到地底下的時候你要用霹哩啪給他破防 然後還有這一隻斧頭本身帶的那個破防技能 也就是說他的第一招 你看他第一招就是破防技 所以你要透過第一招的破防技跟霹哩啪的破防 雙破防之後呢他的防禦條已經全部沒了 然後你才開始接所謂的浮空 那我們打一次給大家看 那通常能夠玩到Hell模式的玩家呢 基本上都已經有霹哩啪了 所以這個就是不變的選擇 首先要放第一招轉轉轉給他破防 在他還沒鑽下去之前 像這樣 這樣就破他一半的防了 然後他可能會鑽下去 然後他可能會鑽下去 他如果不鑽的話 PT炮給他強制破防 然後一個浮空技 然後鐵錘籃敲 再翻滾 腳踢也可以 帶上去然後直接錘 下來這樣他剩半條血了 真的剩沒有血了 這樣子一般來講可以控制在40秒以內結束 然後再打一次給大家看 這一次比較沒有那麼完美 這一次浪費了6秒鐘 通常可以維持在30秒內破關 有時候是節奏沒有掌握好 斧頭轉第一招破防 然後再來噼里啪再破防 破防之後呢一個翻滾 然後一個浮空劈一下 然後再接腿錘籃敲一下 因為那個支援很快 所以通常我會建議你放慢動作去看 這樣就半條了 好噼里啪給他破防 然後鐵錘籃敲一下 然後腳踢 帶上去轉轉轉 下來 然後準備要可以破防了 這時候可以按著轉轉轉轉 然後給他破防 大概30幾秒啦 40秒以內 這樣子 最主要就是這樣子的玩 再打一場好了 這隻的Hell模式就是 他會轉到地底下 然後一直衝撞你 導致你沒辦法放招 或者是你放招被斷掉 所以我不建議你的 那個破防斧那一招轉轉轉 不建議你轉太久 你轉太久就會被斷招 所以反而你最後一下破防沒有放到 這是很可惜的 再一次喔 噼里啪破防 然後轉 破防 劈一下 鐵錘籃敲一下 然後腳踢 帶上去 開始接喔 這樣就是半條血 你如果戰力比較低的話 通常會再半條血 4個 3個 4個 3個 4個 5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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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